大家好,我们今天为大家分析一下 互联网的搜寻出世 在这个影片大家可以看到 YouTube查看视频有130万 Google有200多万 Facebook有600多万 从搜寻习惯的角度去看 Google和YouTube是会有这个搜寻行为 我们再看另一个图片 在一分钟里面 Google被人搜寻的是200多万 YouTube是72小时时间上传 Redmark每一分钟增加70个 网站每一分钟增加570个 我们发的邮件每一分钟是2亿 在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看到 Google来到今天它都是最大的搜寻器 在全球平均的人停在这个搜寻器的时间 提升到19分钟 我们再看另一个 YouTube 全球排第三 人客每一分钟停在搜寻器里面 是18分钟 它的搜寻器里面 有两成是来自美国 Google为它带来的访问 大概是13.6% 其他关联的Google加上大概25% Facebook有11.1% 在这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有一个产品 我们要被人找到的 Google必定是首数 我们用一个关键词 这一家公司在Google里面 活动了几年 我们现在用的是Google.com 不是点HQ 全球排第一 这个也不重要 它的价值在下面加了两个简易搜寻 Google.c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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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在行业里面 它已经是一个领先者 我们打开这两个简易搜寻 基本上所有视频都是它们 我现在说互联网的搜寻 今天大家坐在地购 坐在车里面的乘客,拿着报纸的比较多,还是拿着电话去浏览的比较多呢? 现在这个页面是Google里面的视频页面,它也是排第1,里面10个视频,10个连接,佔了8个 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,因为今天在互联网里面,网续不是问题,因为到处都有WiFi 空间都不是问题,我们的硬盘成本很低,因为技术提升 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慢慢分析一下,人的搜寻习惯 人的欲望习惯,他是喜欢看一些动态的东西,或者看一些文字和图片的东西 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去关注,因为它是会改变你的将来 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,大家可以来我们这个平址 你就可以逃到达,WaterChannel是免费的,就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入中国大陆市场的视频频道 谢谢大家,拜拜